就可以把前面不管說他有幾個月 可能有12個月可能有100個月 按下去全部東西都集中過來了 這感覺其實是非常好的 不然的話以前你要慢慢慢慢處理 這是很浪費時間的 你按下去 而且有些甚至從網路上撈資料 撈完資料可能撈很多資料 前面後面我們會講到 可以從網路上撈一個資料 自動幫你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資料放在那邊 可是你這樣子他會一直 可能你有100檔股票 100個工作表 那你要把這100工作表集中在一起 可以合併在一起 當然後面還有一家講 怎麼把它分割 可以合也可以分 反正在Essal裡面作業就這樣 要分分合合 那這裡面還有其他的相關的範例 我們在云端百版裡面 因為之前剛好有同學會問的問題 我都把它放在其他補充範例這邊 那其中你可以看一下進階 跟我們上課有關係的 其中有一個我覺得像那個什麼 就這個多工作表合 這個是也是12個月合併在一起 也是一個範例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這個 其實每日外匯行情 外匯很多個 你就要把合併成一個總表 可不可以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實價登錄的資料也可以合併起來 其中這個我覺得比較 104年的捐款名系 這個捐款名系剛好有個同學 他在工作裡面剛好會需要說 每個月會有人捐款 小額捐款 每一個月一個月 可是問題是 他一個月就一個工作表 所以會有12個月 那他最後希望中一個總表的報表 可是問題他需要每次他都要把那個總表做出來 要再用複製貼上的方法 很麻煩 他希望用類似像我們剛剛的方法來做的話 這個部分當然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程式碼在這邊也有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就在這裡 我的做法 其實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不過可能會有一些 加了一些東西 你們自己再去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呢 可能多一個就是no data 什麼叫no data 就是說可能有一個月份 假如怎麼樣 沒有資料 那你ctrl 去不向右 向下 那我就完蛋了 為什麼沒有資料 你ctrl 向下 他會跑到最下面去了 而且摳過來東西也沒資料了 所以如何處理這種例外的狀況 那當然因為我們這個翻譯已經沒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多一個這個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是空的話 那就是跳到no data這個標籤 讓它移到A2就好了 就是讓它不要記錄 那做完這個地方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可以下載之後 它是1月份有一個捐款 有無某某 捐1000塊 個人 然後哪一天捐的嘛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每個月份好像都有人捐 有多有少啦 不過當然這個 這個只是一個sample啦 理論上應該可以更多的啦 OK 每個月 每個月都有這樣類似的捐款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 有可能一種狀況是 其中有一個月份 比如說是2月份好了 假如這個地方是空的 沒有人捐款 那你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當然就跳離就好了 不要再複製了 不然會造成錯誤 那我們好 假設 先正常狀況下 這邊有個總表 我希望呢 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 前面12個月的資料 全部通通都怎麼樣 集中在總表的這個裡面 OK 那這個做法不就跟剛剛 我們做的是一樣的事情嗎 對不對 所以第一步你按錄製劇集之後 再來修改 按下去 其實我這已經做好了 按下去 OK有沒有 很流暢的 全部通通過來了 OK 不過你會發現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我沒有閃動 有沒有發現 我是這樣瞬間 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全部幫我集中在一起了 它沒有閃動畫面 有沒有發現 理論上 理論上你們剛剛錄完之後啊 資金它會閃來閃去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有哪一個工作表 點Slice 它就切過去了 切過去之後要切回到第一季 第一季又點Slice 不是又切過來了 切來切去切來去 那如果說你要避免那個切來切去的狀況的話 其實只要加一行程式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特別最後這邊有一個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總表在這邊 整個工作表 其實只要增加一個 這一行 這一行是什麼意思呢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我們Excel本身 Excel本身它就是一個最大的物件 反正Excel裡面最大的物件就是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cel自己本身 它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什麼呢 Screen Updating 這顧名思義嘛 Screen 螢幕對不對 Updating就是更新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False就有點像開關 關掉 OK 它這個時候的話 畫面就不再更新了 也就是畫面有更新